下面我们再看看第五首 第五首这个作品 五十五之二的这个小作品 也一样跟前面 第四首一样比较容易 但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它里面有节奏的变化 整个当然还是给人感觉都是很 我觉得这个曲子的性质 是很明丽可爱的 因为它写了要求我们是 Alegretto就是小块板 比块板慢一点 而且是个三拍子 我们可以幽荡幽荡的这么去感觉 所以感觉上是很明丽可爱 而且很悠扬抒情 抒情悠扬就感觉从左手做起 我们把这个悠扬的劲 这个是它的一个基础 完了秀丽明丽 这种感觉右手下去 听出来了吧 特别可爱 刚才我说了就是它难在哪呢 就是它这里节奏变化了 变了三连音 这里变成四连音了 听出来了吗 所以我们开始起的这个速度 一定不要看到前面 这是八份音符挺容易的 我们就 到后面你四连音的时候 就是说一拍弹四个音 你就忙不过来 你就手忙脚乱了 而且也不能那么快 因为这么快也不是这个曲子的性质 对吧 因为它写的是小块板 所以我们起速度要与十六份音符 那个小节的速度 你的可能性来起 以这个为主 我们再仔细看看 这个两个手的配合该怎么走 而且呢 前面我们都讲了很多 就是一定要有句子的走向 导致 是道 这一个拐弯 从这感觉 虽然它是变节奏 但是我们表现起来 还是挺 怎么讲 挺典雅的 这里面要特别注意 一定后半排一定是弱排 对吧 弱排就是说不能给一下间 总是由于气口在身上 这是后半排 如果你是低来到地 那就是在正排上 这就错了 在这个曲子里面 我觉得最难的是这里的感觉 下面呢 我们看看它的小小的发展步 小小发展步 很甜美 它这也特别写了一个 而且要这里要更柔美的 好像一种 有一点撒娇的请求 你就给我吧 好像有这种口气 这个副点 再请求一次 它高八度了 回到哪儿来了 回到第一主题 想起来了吗 你看啊 变了 前面是这样 前面是这样 这样 巴巴都轻的 这里重复 这里有升降号编错了 再还原 后面如果你八度够不着 你还是要小指的声音 不要这个声音 后面完全是跟前面差不多的 你看第一乐章 多小啊 小朋友们 可以很快就可以掌握它 最重要就是 一个是它的节奏变化 从二连音到三连音 四连音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脉搏不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切分进来 或者叫做后半拍进来的时候 咱们一定是弱拍起 就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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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时候进来 不要变成中音 完了以后呢 就是左手是一种 很悠闲的 这个平稳的感觉 右手呢 句子要很名利可爱 就这样 咱们这个曲子就可以弹得很好 它的第二乐章呢 是非常歌唱 像一个很优美的歌曲 也不长 它这上面写的要求呢 就是非常非常歌唱 坎达比雷 非常歌唱的 而且呢 要非常的连 是四三拍 也是西大调 那么 从它的四三拍来看 我们看看 它的左手 什么音速 咱们便看到音符一多 就使劲草 它上面写的要很轻 要很歌唱 前面我讲过 就是在很歌唱的时候 两个手在一起 一定要把旋律突出 伴奏不要压它 所以我们弹的时候 要注意 把歌唱的部分 让人家听明白了 这里面呢 还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要特别注意它的 副点音 副点音它的那个 这有一点也是 我觉得有一点像 很温柔的请求 咱们就慢慢走起来 咱们看 两个手的平衡感 协调感 左手的优荡劲 声浅情车 听着了吗 这个是好像去去离的 这里转弯转得很妙 就用三个音 同样的音 就转过来了 半音间 双是音的 点的 这个跳音不是抽起来 是 这个东西 跟前面 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一直直接到第二房子 再见吧 好像 最后呢 最后一句 很恋恋不舍的离开了 后面这个是很难弹 我们先把这个六度 这个架子 完了以后呢 手腕带动的 而不是 一看它跳音 你就 不是 不是 这么带过来 就好像最后练练不舍 那就只好再见了 这个歌曲就这么好听 我们在练旋律的时候 我觉得除了我们手指会动 这种弹 我们还要送 有一种弊的重量 那重弦 看到了吗 这个力量的转移 跟你心 送到键盘里面的感觉是 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练琴的时候 一定要很投入 不要就是 妈妈让你练琴 你特别不愿意 于是就弹得特别难听 这就不是 对这个作者 有一点不尊重了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特别 喜欢 钢琴 练琴的时候 要特别有心 好 下面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又是个快板了 这个快板呢 还要弹得很灰泻 弹得很淘气 有一点 很调皮 有一点 我呢觉得 有一点 悠荡悠荡的感觉 这个悠荡感觉 从哪里来呢 是从 它的左手伴奏来的 因为它是四耳拍 对吧 好像我感觉 坐上了一个车 悠荡悠荡 这个车 走起来不是有自然的悠荡吗 那东看看 西看看 右手呢 非常流畅 但是呢 很有旋律感 千万不要把它弹成 激大调的音阶 这可就糟糕了 确实 真的是激大调 而且真是音阶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弹得 很有旋律的感觉 很活跃的旋律 就这种感觉 就千万不要是硬方方 通过左手的伴奏来衬托它 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一点难的地方 就是 就是十八小节开始 我们看看 十八小节开始 就是这个左手 容易把大拇指弄僵了 所以要顺着走 这里感觉 说什么非常典雅 好像这里有一点请求 可以吗 可以吗 变了 这里请求转换了 变成温柔了 可以吧 哀求了 听出来了吗 短短的几个音 它因为老在反复出现 反复出现的事情啊 我们一定要找出音乐的变化 就不是说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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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的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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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语调 这里也是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感觉弹奏的时候 一定不要给它弹的傻了 像呢 从这儿呢 好像又很有信心 再出现一次 我们可以用清 好 到了它的中段了 中段是一个非常温暖 非常愉快的一段 左手伴奏 咱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再出现一次 再高霸度了 他在问呢 到底怎么办呢 这里马上就回答 显然是同意了 那好吧 再一次 来回的 又回来了吧 听出来了 这个音乐上的 丰富的变化嘛 就你看 要不这么去解释它 可能你们都练傻了 而且呢 也练反 对不对 其实它有很多的变化 可以吧 可以吧 渐慢 好 这个整个的乐章就讲完了 因为后面完全是一样的